乾隆在位六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战功,包括两次征服准嘎尔,一次击败回布,以及两次金川之役,尤其让他自豪的是对准嘎尔的成功征服。 那么,为何乾隆坚决要平定准嘎尔呢? 而准嘎尔曾让康庸两朝难以征服,乾隆又是如何成功的呢? 从古至今,从匈奴到突厥,再到元朝时期,以及明清时期的蒙古族等游牧民族,都曾建立过强大的政权。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蒙古势力逐渐退出中原。 由于各部落的叛乱和内耗,蒙古势力分裂为漠北、漠南和漠西三个部落。 在清朝初期,康熙努力击败了准嘎尔部的割据势力。 漠南和喀尔卡蒙古纷纷臣服于清朝,嘎尔丹统一了蒙古部落,进行了军事扩张,并通过外交政策使准嘎尔韩国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 尽管在康熙时期,清朝有所收获,准嘎尔部依然保持强大实力。 随着准嘎尔的实力增长,与清廷展开激烈战争,这场战争从康熙一直延续到雍正和乾隆时期,直到乾隆才结束了这场长期的战争。 为何清朝在历经三代皇帝的奋斗之后,不惜代价要继续这场战争? 为何不像明朝般退守长城以南? 清朝与准嘎尔之争究竟关乎何事? 其实存在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争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 准嘎尔政权的发展旨在实现一统,重现成吉思汗时期的繁荣。 当时,嘎尔丹怀揣雄心壮志,渴望统治中原,渴望成为类似成吉思汗那样的伟大人物。 因此,他开始统一个部落,在内部整合完成后,准嘎尔政权向东部进攻卡尔卡蒙古各部落,追击逃亡者。 向南轻入内蒙古地区,一直推进至距京师几五百余公里的乌兰普通地区。 面对这一态势,清朝不得不出兵,在乌兰普通地区与嘎尔丹展开激战。 对于清朝而言,吸引和利用蒙古力量早在努尔哈赤和黄太基时期就已形成,并贯穿整个清代的国家战略。 清朝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蒙古人的支持。 在清朝的八旗军中,除了八旗满洲外,还包括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 因此,对清朝而言,如果蒙古地区不稳定,将给清廷带来巨大隐患。 因此,必须争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权。 其次,争夺对西藏和黄教的控制权。 在林丹汗之后,蒙古各部都皈依了黄教。 自黄太基时期期,清朝也曾采取尊崇黄教的政策。 直至清朝末期,通过尊崇黄教来安抚蒙古一直是清朝的重要策略。 嘎尔丹在幼年时,跟随第五时达赖喇嘛长大,受其影响深远。 黄教的发源地在西藏,清朝和准嘎尔都希望控制西藏。 因此,清朝与准嘎尔政权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总的来说,相较之下,清朝在占领中原后,其军事实力和能够获取的各种资源远远超过准嘎尔。 由于清朝和准嘎尔之间的距离遥远,决战并非一事,双方要想彻底击败对方并非一两场战斗或战役所能决定的。 因此,在康熙时代,尽管康熙曾多次亲自出征准嘎尔并数次击败嘎尔弹,但准嘎尔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清朝的军队依然无法深入天山地区,到了雍正时期。 经过数年的准备和努力,清朝再次派进精兵对准嘎尔发动进攻,然而开战并不顺利,甚至在和通伯之战中遭受惨败。 尽管随后,清军依靠喀尔卡蒙古的力量打败了准嘎尔军,扭转了局势,但人力和务力的消耗已使他们无法再持续作战,值得与准嘎尔进行谈判并停战。 因此,清朝与准嘎尔之间的战争一直是持续的战斗与停顿,最终准嘎尔成为清朝最大的威胁。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得到了难得的机遇。 准嘎尔韩国遭遇了一系列天灾人火。 首先,罕见的天灾导致准嘎尔面临粮食短缺,大量牲畜被冻死。 其次,准嘎尔部内部出现了纷争和势力分裂。 达瓦齐夺得大汉地位后,许多部众投奔清朝。 曾与达瓦齐结盟后,又背叛的辉特布台及阿木尔萨纳也选择投降给清朝, 为乾隆统一天山南北提供了机会。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皇祖父的崇拜。 希望以此不辜负皇祖父对他的期待。 乾隆时常提到,从小在康熙皇帝的宫中长大,得到了皇祖父的宠爱。 但实际上,红历被康熙抵接到宫中后, 与祖父的相处时间不过短短半年多,康熙便辞世了。 红历并非唯一被养在宫中的孩子。 另一位同样备受康熙宠爱,且年龄更大的废太子印仁之子红熙也在其中。 印仁作为太子长达四十多年。 红熙早已在宫中,与康熙帝相伴的时间远远超过红历。 尽管印仁失去太子身份,但这并未影响康熙对红熙的感情。 在整个雍正时期,严厉的雍正皇帝依然尊重印仁和红熙父子, 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囚禁,还封他们为亲王和郡王。 然而,雍正过世后,对即将继位的乾隆来说, 尽管皇位无忧,却面临着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虽然印仁已故,但红熙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宗室中众多以红字被命名的殊败兄弟的疑问。 因此,对于已经年满二十五岁的乾隆来说, 强调与康熙的亲密关系成为他面对宗室诸兄弟的重要策略。 此外,乾隆一直将康熙时期的政策视为楷模, 以此凸显自己与皇祖父康熙的相似之处。 因此,在乾隆二十年,乾隆做出了出兵讨伐准嘎尔布的决定。 当乾隆计划发动西北出兵时,朝廷内的文武百官纷纷表达了极大的忧虑, 特别是对粮草问题的解决感到困难。 尽管朝中众生反对,但乾隆毅然决定,果断行动, 随即调遣了清朝主力军队展开远征,分成两路行进, 一路负责粮草筹备,另一路向乾县派遣军队。 清军抵达新疆伊犁后,几乎毫无阻力地占领了该地。 然而,尽管达瓦齐势力被剿灭,准嘎尔布并未就此罢首。 曾向清军投降的阿姆尔撒纳再度叛变,继续率军攻击边防将领, 清朝不得不再次派遣军队进行作战。 由于阿姆尔撒纳缺乏良想,再加上疫情蔓延, 其军事实力大幅削弱,在清军主力面前显得毫无抵抗力。 因此,清军主力展开了进攻,阿姆尔撒纳的军队窥不成军, 最终被俘,被送往京师。 乾隆亲自在武门接受其降服, 这场历时三年的乾隆平定准嘎尔之意 以及持续七十余年的清准之战宣告结束。 在准嘎尔平定后,清军并未松懈, 与乾隆二十三年发动南下战役直指回江。 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清军击溃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灼叛乱。 随后,清朝在天山南北设立了伊丽将军, 喀什嘎尔参赞大臣等重要职位, 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军政体制。 西域一直被视为北中原极具战略重要性, 使中原王朝遏制和牵制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关键。 自汉唐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多次向西域进军, 将势力范围拓展至帕米尔高原一带。 然而,由于道路遥远,攻击保障困难, 难以长期大规模驻军, 因此设立的都护府大多只能维持几十年。 元朝虽强大, 但分封制度下的韩国与主要中心的联系迅速疏远。 清朝则成功解决了治理西域地区的困难。 依赖内地强大且源源不断的物资资源和后勤支持, 前冬完成了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 此外,清军占领伊犁后, 曾深入哈萨克境内追击阿姆尔撒纳, 但很快撤退。 哈萨克的阿布赖汉看到清军壮大, 表示愿意归顺, 勇为大皇帝臣子。 然而, 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部的卡尔卡、 厄鲁特不同, 无需也不应该被纳入中国疆域, 而应该被视为外藩国家。 战争结束后, 清朝建立了以伊犁将军为核心的军政治理系统, 实施各省支援新疆的协助制度, 以解决财政问题, 并大力推行囤田和移民政策, 以解决粮食供应难题。 百年后, 清朝在左宗堂重新收复新疆时, 实行了行省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治理体系。 尽管如此, 一百年后, 罗刹寄于新疆, 中国失去了一粒以外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实际上, 乾隆决定平定准盖尔的原因, 可能是受到了不同的影响。 康熙虽然曾击败了准盖尔部的西部割据势力, 但并未完全消灭他们, 盖尔丹的力量依然存在。 在雍正时期, 清朝一直处于逆境, 不得不与之谈判, 以停止敌对行动。 到了乾隆时代, 新冠上任有着激烈的动力, 乾隆为了继承父辈的成就, 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 决定出兵平定准盖尔成为他上台后的重要目标。